大家好,我是Aulit 学编程写代码 不仅需要学 还需要去用,去写 所以今天 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 刷题的网站 我们经常 学了编程语言以后 如果没有题目去做,没有项目去做 那么我们不会运用 还是不行的 这几个刷题网站有大量的题目 可以用过我们来编程 我们看第一网站 Foreclosure 这里面有大概有100多个 这一页有100多个 下面还有56个 总共是156个题目 可以做 我们可以看 从最上面往下 大家看一下 它有难度来排序的 最上面还能排序 最简单的 后面的easy容易的 media中等的 再往后应该还有更难的 下一页 下一页有hard 好,我们这边挑一个题目 看一下啊 identify the keys and values media中的题目难度 given input sequence of keyword and number create a map such that each key in the map is keyword value is a sequence of all numbers and next keyword and sequence 找一些关键字 以及一个序列 然后再建立一个图表 然后再建立一个图表 我们可以用各种语言 来写这个代码 也可以做测试 运行都可以 这吧 它有100多个题目 156个题目 然后我们看这简单的话 有什么 这就比较容易一点 你可以用的 closure string java strings this means that you can use any of the java string method onclosure settings 写一个代码 还是用java java 这个语言 好 不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project all you ok 第一个multiple multiple of 3 and 5 3和5的 臂数 if we list all the natural number bellow 10 there are multiples of 3 and 5 we get 3 5 6 and 9 the sum of this multiple is 23 the sum of all the microns of 3 and 4 bellow one thousand 啊 这就是找出 在新以内找出3和5的倍数 我们找的有3 5 6 9 那他们的和加起来就是23 那现在要找出1000以内 3和5的倍数 这些所有数呢 加起来的和是多少 这可以用编程来解答的 后面有一些 它特别 这里题目比较多一点啊 每一页有50个总共 我看来有13页 后面难度应该大一些的 嗯 后面看一下 Roman Numerous 罗马数字 OK 产生一个罗马数字可能就应该转换 嗯 这样也不错的 都可以 那我们练练手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啊 sphere online 这里也不错 反正它有那个互动比较多一点 嗯 有人可以听啊 举大拇指和那个往下往上 对 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like dislike 对 然后这题目也是不少的 这里题目也不少的 啊 picky bank 这边看一个啊 这上面有很多描述啊 这是一个ACM的吧 对ACM can do anything 这是一个比赛中的一个题目 那这些题目应该有点难度的 可能还是 上面input 然后利用输入 例子输入 输出 是这个的 嗯 不错 下面有很详细的讨论 很不错 Adding Rewards Numbers 对 然后下面有人 哦 下面有人给出代码了 还有不同的不同语言写的 然后进行讨论 这个这个网站也不错 很详细的 他可以在上面 题目也可能应该是有点难度的 我想知道 看下大概有多少页 嗯 11页有没有 1页是5的4个 对 1页 好 实力了 这个这个也不少 这个也不少不少 题目不少 这网站也不错 好 我们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网站是Leakle Leakle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好 Interview的刷题 这网站 就面试 IT编程面试的话 经常会遇到这些题目 他是为这些做准备的 可以看到一个 Add to Numbers 这是Million 难度是Million 还是 还是 对那些面试中 需要快速解决的一些问题 You are given two non-emptive linked lists Digits Digits Store reverse order Each of their nodes Compare a single digit Add the two numbers Retain it as a linked list 哦 这列表 哦 甚至一个列表 确实像是这个 对加起来以后 后面还有 有一个 哦 这是不是 这个框架 可以用C++写 这种C++写 当然还有其他语言 我们可以看一下 Python Java C Jascript Ruby Swift Go 都可以有很多些 这些都比较热门的一些 比较流行 比较热的一些语言 你都可以写 你可以试试试代码 调试 开中试试 对 有很多sign 可以提交这些代码 然后就 剪下对不对 啊 不错 好 今天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我介绍这些 大家可以去用一用 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